台農57号番薯幼苗还在瓶子里叙事待发 农民代表说地瓜种植前 会先由农业试验所培育健康种苗 让地瓜不容易出现病虫害 而每年这个时候种下到年底就可以收成 和农民一起站在田里 为英充特别来到云林亲自栽种 因为这里盛产番薯出名 品质好深受消费者喜爱 因此特别携手通路商 要将全台600公顷的地瓜 通通销往中国大陆 我们希望从地瓜做一个示范的 这样的一个基地 让我们每一个这些青年 能够来种植这些的地瓜 能回乡 能给侍奉父母 农民懂得种却不懂得卖 这回有了销往国外的通路 让当地农民直呼 企业家愿意走入农村 推动弃作 协助农民产销 对改善生计真的有本大帮助 这 廖文斌云林报道